原來我們的少舞會只有一位幹事 感謝中央的支持以及市政府的支持 我們爭取到了有32位的這個少舞會的成員 那今天我們正式接牌少舞會成立 過去只有開委員會 現在我們不但開委員會 也可以執行這些 復選少年或者是觸法少年的輔導工作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這些專業的社工 跟孩子們拉近距離 讓這些復選少年能夠有機會再回到正軌 繼續的求學或者繼續的就業 遠離這些犯罪 那這就是我們成立少舞會這個最終的目的 那今天第一天接牌 很感謝各位的各界的支持 希望繼續給我們少舞會指導跟支持 讓我們少舞會一開始 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能夠走穩走正確 跟這個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密切的合作 跟教育局學校以及校外會跟社會局 這些橫向的聯繫 大家密切的合作 能夠把這一個台南市這些少年的問題 經由少舞會的一個整合 輔導讓這些稍微偏差的少年能夠馬上回到正軌 就感謝警察局播出他的情務中心的這個空間 那其實我們對於少年輔導從目標是鎖定在 目標人口是鎖定在12到18 那特別因應中央的這個修法 我們有28位這個督導員以及4位這個督導 28位的少年輔導員以及4位的督導 總共有32名新的省力軍進駐 那加上我們跟教育部校外會 還有這個軍訓督導來這個合作 那結合民間結合政府結合中央結合地方 公部門跟私部門的這個資源 希望把少年輔導分為做好 那尤其很多過去因應少補法 說這個有一些比較高風險的 或者是行為偏差的少年朋友 我想說過去用那種很嚴厲的那種軍訓式的 或是很嚴厲的訓誓式的 這個在現今的時代 可能就要必須要改變 所以我們特別希望說 因應這個我們的新的形勢社會變遷 也感謝教育部軍訓室的這個幫忙 那也感謝我們市警局幫忙 那也感謝我們法院還有地檢署 他們對於這個少年事件 因為少年事件它畢竟不是成年人 不過它如果有一些偏差刑的話 還是依照少年輔導 少府法還有這個刑法相關規定 對於少年犯的規定 因此我們特別希望有這樣的方式 感謝地方法院 感謝地檢署 感謝我們市警局以及校育部 大家齊心協力 來為我們少年輔導 為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理想 在一根出發點 請教育部 至於 由於